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听请问CEO 我是外商CEO内商每一天 这本书的作者黄丽燕 也是WAVE中小企业CEO品牌领导学的创办人 今天我要请问的CEO是 远东巨城购物中心董事长李静芳 麻烦您跟听众打声招呼 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是李静芳 今晚董事长真的很客气的一个人 每次看到他都是笑容满面 我大致介绍一下 因为他一直很低调 李静芳他是远东巨城购物中心的董事长 但他毕业在美国的亚利桑那州的大学 他有美国会计师的执照 返台以后就在安永会计师事务所工作 97年就转到远传电信 而且在财务部工作 那还可以理解 但是因为财务部被拆分 他就调到企业客户部 开始做业务的工作 这就不得了了 然后2005年 做好多功课 然后2005年 远传要入主全宏的时候 当然了 这应该是在他的安排之下 但是他的调度主导 他也出任了全宏通信的董事长 重新组织远传的门市 而且开始接触这个消费市场 那2010年开始又担任了远东集团的零售规划总部的执行长 而且开始负责要改造这个远东巨城的购物中心 那这个传奇就是在于 这个巨城购物中心原本只是个快要倒闭 已经倒闭了吧 的废墟的购物中心 而且竟然能够在接手后三年就营收超越百亿 我心里在想说 这个手可不可以借我一下 你现在怎么可以点石成金啊 而且他去年营收167亿 而且还持续双位的树的成长 深耕数位育十年 所以可以想见他很早就开始去做数位的安排 跟数位的基础的建构 那Big City远东巨城购物中心 他的FB的粉丝业有80万人最终 我就看了一下新竹市总人口也才45万啊 可见这个他整个周围 他大概都吃下来了 打卡数还是全台第二 这个真的是很厉害 所以我想我们除了看到他的事业这么厉害 我后来又看了一下 他的个人的人生的背景 那真的是起伏无数 本来是个千金小姐 但是移民美国以后 父母就被人骗了 骗了就算了 他们就开始经营中餐厅 那些经营中餐厅 你自己不但又要念书 然后又要帮家里 每一周都要开五个小时 去采买食材 至少一个月一次 至少一个月一次 但是听说你开回家的时候 那个路边的县城长 都是在跟你打招呼 想起到现在应该还有恐惧吧 是的 可不可以跟我们聊一聊这一段 这个人家看起来一开始说好像很好 可是后来有一点点悲惨的故事 好 我想每个人的这个背后 成长都有很多的故事 在我身上的呢 就是其实最早期 当台湾退出联合国 那就有很多的人就移民嘛 那在那个时候 我们有这样子一个机会移民过去 那当然美国梦后来变成是一个梦魇 父母亲这个委托投资的人呢 就做了不知道什么娃哥的投资 那到了那里呢 才知道说这个人我们也找不到 真是夸张 那结果后来才发现说 好像有投资的拿几样东西 那我们要做选择 我们要去接管什么 有加油站 有餐厅 加油站 妈妈跟我说 油如果卖不掉 我们也不能吃 餐厅呢 菜没有卖完的话呢 我们还可以糊口 那所以就到了这个餐厅的 这样子的一个选择 结果这个餐厅是开在亚历沙纳州 鸟不拉斯 都是沙漠 都是沙漠 那是一个非常小的那个城市 就一万五千个人 叫做Kimman Arizona 总之这个从沙漠到 到北亚历沙纳大学 最靠近家的大学 是我唯一的选择 可以念书的地方 真不容易 那从一个沙漠到海拔比较高 会下雪的 靠近这个大沙谷的地方 一趟是两个半小时 所以每个周末下午 一定要在三点多 最后一堂课结束 奔回家帮忙 身为老大的我呢 其实突然间长大了 那那个时候觉得 怎么这么悲惨 美国怎么这么恐怖 有这种地方 是鸟不拉斯 那最大的梦魇 像刚那个玛格丽特讲的 就是开车的时候 开开开 其实很累 礼拜天要回学校 已经昏暗了 突然之间有那个风滚潮 这样飞过去 然后或者是旁边的仙人掌 每一个仙人掌 都很像是一个人 站在那里你知道吗 我现在看到仙人掌 都会觉得说 你们不要再跟着我了 那时候最怕的就是 那个打远灯 那个开车 就看到一堆人在旁边 可是你怎么支持下来 没有跟你爸妈讲说 哎呀不真的 可不可以就让我专心念书 哎呀 身为老大 我想那时候很感恩父母亲 带我们到美国 然后虽然我自己是一个 非常尴尬的这个18岁女生 那时候到美国 其实真的太晚了 只能赶快想办法去大学 表示你那时候英文能力也不错啊 所以很快就跟上 还可以 对还可以 我觉得我们在台湾 反正考试嘛 就数学的分数 都很好 对都还不错 都还不错 那其实那时候 我们最早搬到美国 是到华盛顿州 但是为了要找 这个小的餐厅到底在哪里 那从东岸一直就搬家 到了这个雅利桑那州 那考试考的分数 其实是还蛮高的 但是呢 我没有选择 我没有办法到麻省理工学院 对 我听说有讲解机 你还是不拿 只是因为你就是要帮 太远了 然后东岸的那个消费太高了 了解 所以我选择最靠近家的 那为什么念会计系 那这一段大概就是 当然要帮家里面结税 什么事都要能够做 也很谢谢 有这么一个历练 因为我不爱财务 确定了财务 那为了要能够懂数字 要能够帮忙报税 那要能够做这个 大大小小的这些沟通 也我觉得push我 英文再烂 也要装模作样 那至少在电话上 听起来像是美国人 你真的是不容易 那我觉得这种要生存下来的毅力 是在那个时候连出来的 你那时候其实就是你不爱财务 可是却还是能够把快信念得这么好 还拿到那个执照 这个请问一下 是什么在支持你 是因为你觉得说 你是长女 所以你一定要扛下来 扛下来 还是说你觉得说反正既然做了 就把它做到最好都有 还是说哎呀这个既然我不会 那我越不会的 我越要把它做到更好 不知道就是说你是什么样的东西 是在支持你 既然能够 一般人会碰到那种不喜欢的东西 大概都会 只要他不妨碍我就好 可是你还能够念到 拿到执照 那真的不容易 我觉得责任感一定是最深的那一个 那个driver 那个引擎 让我觉得我必须要做 了解 然后任命的做 那既然你任命 你知道你必须做 那也做了 那就把它做好 那这个是我想 我后来把会计也念得很好 然后考会计师 因为既然在这个行业 那你当然是要好好的把你的专业 那个用到极致 你讲这个很有趣 你说责任感跟任命 你会不会也是因为是责任感跟任命 所以你那时候到了远传电信的时候 不管那个徐老板教你什么工作 你都任命的接了 但是又因为责任感 所以又很努力的把它做到极致的好 我不敢说我做到极致的好 但是我很任命 然后呢 这是所有老板最爱的员工 但是我觉得 还有一件事情就是 你很任命之外 你也很认清自己有多少能力 我觉得这件事情很重要 在我所有的这个经历里头 我不知道怎么做餐厅 我跟爸爸妈妈都不知道 对不对 那从台南一个 不能说是千金小姐 但至少从来就不用担心 家里面的这个三餐嘛 到美国之后要马上变成是这个 卷起袖子 所有的事情都自己来 对那文武双全的 要能够开车 要能够这个搬货 还要半岁 还要结岁 还要能够画这个什么宣传单 然后到处去做这个marketing 而且我觉得你很有行销点子 你后来还找了很多的那些旅行社 来跟你们合作 对对对 这个呢 后来我想出一招 我说既然我们在这个鸟不拉屎的地方 那它刚好位置呢 就在洛杉矶到大峡谷 或者是凤凰城到这个拉斯维加斯的中继站 所以你能够在这里吃个午餐 或吃个晚餐是最好的选择 然后呢 那个沙漠地带嘛 那个小小的那个餐厅呢 周围呢 多少部bus都能够停 真的 飞机都可以停 所以我就想到说 好那我就拿起 那时候还有电话簿 厚厚的电话簿 我就开始打毛遂自建说我们有这么一个餐厅 然后可以吃buffet 所以这都是你自己一个人独立完成 独立完成啊 对方也看不到我的脸 我怕什么 对不对 然后顶多让人家挂掉电话而已啊 真的很棒 十个里面有一个愿意来 然后或者是跟我们这个约时间 然后我就慢慢做 还在这个旅游业里头 有一天天口碑出来了 哇这真的是太厉害了 难怪这个远东巨城 虽然是个废墟 也是能够让你经营的有声有声 我不知道 让整个新竹的人 好像成为新竹人的厨房或客厅或游乐场 不是在巨城就是在去那个巨城的路上 对网友是这么说 所以可不可以跟我们讲几个撇步 你那时候为什么有办法能够把巨城从一个废墟 甚至听说还有很多不应该在里面的人在里面 那为什么有办法能够把它弄得干干净净以后 还能够让所有大家新竹人都不喜欢待在新竹的状况去反转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好我想玛格丽特是这个品牌的专家 我心里面接到老板的电话 心里面的第一件事情想到的就是 不会比现在更糟 我去看了现场 真的就是黄色的那个塑胶条围起来 像那个犯案现场你知道吗 然后里面其实他已经是躺在法院法拍 将近三年多 到处都是垃圾 然后天花板掉下来 能够被这个债权人拔的都拔了 水管 水龙头 或者是任何值钱的可以变卖 这真的太夸张 这真的很恐怖 那当然里面有一些地方 可能是地方老大 还可以继续营业的 所以看了之后 其实我心在想 老板给我这一次的任务 真的是很不一样 过去在远传呢 那不管是我们并何信 然后两个品牌变一个品牌 然后这个所有的门市把它统一 然后SOP统一 那至少他就是大概定格 就是ABCDE 就叫SOP嘛 叫SOP嘛 那你就开始斩电 没错 然后后来再并了全红之后 也一样 然后全红的位置都很好 撒卡汤的 那又可能有另外一种电格出来 没错 好 但是呢 现在不是六七百家一样的 他是一家里面要有六七百家 不一样的 当然那时候接下这个任务呢 也是心里面在想说 那这个任务真的是一个挑战 那最大的挑战不外乎是 第一 它是废墟 它是一个大家觉得 可能风水不好 风水不好的地方 那我们台湾人啊 或者是做生意的人 当然 这个是很忌讳的 那我们怎么样把这个废墟变成是一个很有温度 然后很有质感 这个被信任的 那品牌的定位就就来了 你一定要很清楚 你要很清楚 你要你要让大家能够满足 他来到这里的时候 他的需求 那这里的人有什么样子的一个消费习惯 或者是他们的整个的这个生活的style 不一样 那当然也是一个挑战 新竹人不在新竹消费 新竹人其实 主客人他们这个轮班完 这个夜有时间 他们就是往台中跟台北跑 是 所以如何创造他留在新竹消费的理由 那就更是一个挑战 那当初为什么会失败 也要去了解 那把那些魔咒都给解除掉 让这个当地的居民开始觉得他是焕然一新 接受他 那这个是当初在筹备期间 其实我们也很快18个月 就把他就把他这个做出来 根本就是在行军嘛 不过刚才听起来是这样 就是说你好像就是说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觉得第一个你先让这个整个风水就做了一些改变 我记得你那时候好像让气啊让水啊都能够流通 而且你很棒的一件事情还让交通可以畅通 当然 我记得你那时候很早就引进那个科技的方法 对对对 然后去让那个停车 这个跟大家再琢磨一下 好 我们刚刚有讲到就是他有几个这个魔咒 那我们先讲要进来 那要进来当然就是他外围 其实远通巨城的周遭都是一个 他在市中心 新竹市的市中心 所以他周遭都是比较小的这个道路 进不来 那进来的之后呢 在停车场里面呢 转啊转啊转啊出不去 所以怎么样让他进来 所以连这个红绿灯的秒叉 进来的所有的36个出口进口 怎么样什么时候尖锋时间 要让他能够出口变进口 然后这个甚至于在十点钟打烊的时候 然后如果馆内还有两千多部车子 我们怎么样要哪些地方要开闸门 变成是进口也变出口 好 这个是进来的部分 那再席侦测就是刚刚玛格丽特你讲的科技 那既然我是远传人 从筹备到他这个开疆辟图 然后又有很多的整病 最大的一个给我的养分 就是如何善用科技 从刚刚我们谈到的就是跟政府来合作 我们怎么样去计算车流 然后调整秒叉 红绿灯的秒叉 到进来我们的这个停车场 那远东巨城就像是一个巨弹 它是一个圆弧形的 所以你看不到到底前面还有没有停车位 它永远都是在那边转啊转啊转的 所以呢我是第一个在14年前 就引进了第一套在桃竹苗区的再席侦测 那那时候的技术还比较老旧 就是一个车位对一个车灯 所以你很远你看到这个斜角啦 或者是什么地方有绿灯 那就是那个地方有位置 有位置 那当然现在都upgrade了 它一个灯可以知道一个区 十部车子等等的 好 所以再席侦测我觉得这个老板很支持 好几千万就这样的要画下去 好 那进的来了车子停好了 好 那当然就是那上去逛街啦 那逛街刚就玛格丽特讲到了 很多地方我不知道那个是叫风水呢 还是什么 但是就是很直觉的知道如果我是顾客 我怎么会走到一个死巷子呢 或者是到这里 明明应该跟上面的逻辑一样 也是有一个手扶梯的 怎么在这里找不到手扶梯 好 所以该填平的就把它填平 不要有那种奇奇怪怪的手扶梯 然后该设手扶梯的那就破竹万难 因为有些地方它可能有梁有柱 但是我们就是要在那个地方要有手扶梯 所以手扶梯的斜度 然后特别这个量身定造 这些都功课都有做 然后还有就是它当然在早期的时候 所盖的呢 也就是其实最早的时候的购物中心都是 中间都是很挑高 所以你一二三楼你看得到对面 但是你过不去 你要走好一段地方才有一个空桥 因为百合公司就希望你绕越久越好 都不是从顾客的角度 但是我们希望说中间这个不必要的这个挑空 都把它填平 让它可以很舒服的休息的 或者是也可以办活动 也可以有零食柜 那卸脚的地方 那当然就是要重新算过我们里面的这个溶积率 那把这些用掉的容积 那在哪些地方我们再还回去 所以这个是另外一个部分 那当然最重要的是你做的这些调整 如果你没有好的商品 你没有好的品牌 作为起跑点 最基本盘的起跑点 那它来了一次两次之后就失望了 它可能就不再来 所以第一炮一定要很响 那那个也是破除魔咒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 所以听起来就是第一个在这个废墟 我觉得最重要就是你让那个风水再起 你让那个空气啊 人啊 车啊 货品啊 都能够畅通 对 那第二个我记得 我想你刚才谈品牌 我就想品牌最重要其实就是那个目标对象 那你那时候好像有锁定 因为新竹是很年轻的一个城市嘛 所以很多的年轻人那当然也有很多新生的小孩 没错 所以你就希望让这一群人能够待在这里久一点 而不要是往台中跑往台北跑 对 我记得你那时候好像还做了一个什么探险的东西 没错 去把它们留下来 这个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 其实那时候当然也找了这个公关公司 帮我们做很多的试调 调查不出太多的东西 因为他们不在那里消费 那就当然就第二阶段就是 那你到别的地方去消费什么 那如果你是在外县市 你回来新竹 你到哪里去 才发现说 其实桃株苗区有很强的这种客家文化 他们如果在外县市 周末的时候回来新竹 新竹市或新竹县 他们其实就是三代同堂一起出游 那我就想到那太棒了 那我的全课程就不是年轻有活力的这些科技人 或者是这个新生的这个young family 还有他们的这个父母亲 甚至于做父母 所以全课程就拉得很广 休息的空间就要不一样 友善的这个硬体设备也要把它弄出来 所以我想这个是让我们抓住一家人的心的第一步 这真的不容易 所以很多巨城的人都觉得 其实那个新竹的人都觉得巨城是他们的客厅 也是他们的餐厅 还是他们的会客室这样 然后也是他们的补习班 也是他们的补习班 常常小孩子你会看到一下课就是很多小朋友背着书包就在巨城 真的 对然后就席地而坐 一区一区的在讨论 或者是我们设了很多的这个反射的这个不锈钢板 让热舞设的 让这个小朋友就在那边可以跳街舞 这真的很棒 我们再陪住很多国首 那所以还没有开门 你就会看到是阿公阿嬷在那里念太极拳 跳出风舞 到了下午的时候呢 同样的那个广场呢 变成是小朋友的热歌敬舞的地方 哇你真的是做了一个很棒的利他的事情 就是说这个品牌能够协助当地的人 能够连结他们整个三代同堂 把他们的家连结的更紧 对 这真的是一个 至少让他们有一些美好的回忆 只要每次来 那真的是很厉害 那你在经营这样子大的 我相信你需要很大的团队 我知道你在全红的时候 那时候还主管全红的时候 带了几千人去接管 但是几百人几千人去接管 可是好像听说到那个剧城的时候 好像只带三个人 对 那你怎么样去建构团队 怎么样去把你的那个团队接你起来 在建构团队的时候 你自己觉得你扮演的角色是什么 好 当然带了三个团队呢 就是要先到总部 在规划总部 因为在建构剧城的同时 我也建构了板桥的这个 圆板 圆板 Mega City 还有台中的Top City 然后剧城是另外一个City系列 叫做Big City 所以同样的这个18个月 我在盖三个大的购物中心 将近这个十万多瓶的 圆板太狠了吧 他那时候有付你三个人的薪水吗 不过也很棒的一件事情是 那就是兵力的调度 招商的这个power就也有 所以相互拉台 对相互拉台 那圆板搜购 其实这些是我们百货的老品牌 这个重效就出来了 重效就出来了 然后这个在这么大的一个购物中心里面 那当然我又是总部的规划总部 那一定要有爱买 有City Super 有远传 有远银 所有B2C的事业 那除此之外 我们怎么样把它打造成是一个 跟国外一样有一个主力的百货 所以这些都是 我就知道 我三个主将在总部 但是呢 作为一个购物中心 为什么徐老板要找我 其实他也跟我讲 我们不能用百货的思维 我们集团有很多百货 可以招商的人 我们要的是物业管理 我说对 董事长 我去看了之后 我们要的是物业管理 我们必须要把这里 当作是一个我们的家 把这里管理得非常的好 包括怎么样去 第二个重要的这个技能 物业管理是第一个 第二个重要的技能是活动 企划 我们百货很会满线送白 很会做这个一业结合 那等等的 但是我们有没有办法 一年好几百场 把人找来 把这个平台建构起来 变成是一个 大家觉得非常的 这个舒适 也很乐意 都来这里办活动 所以让我们的经营成本下降 然后把人带来 所以这两个 是我开始建立团队的时候的 重中之重 所以这真的是不容易 这个产品面来讲 它要不断一年365天 可能300天都在办活动 但是我觉得 我刚才听到一个 很棒的一个东西 就是在 不管是徐老板或者是你 就对这个品牌 你们把它重新定义 而不是一个购物中心 你们定义的 它是一个物业管理 你们用家的感觉 用家的思考 来去面对你这个 不管是所有的建设 或者说跟顾客之间的互动 我想同时在盖这三个 这个City系列的时候 我们很清楚 就是百货公司 已经购物中心化 所以它的走道比较宽 它的这个硬体设备 要有主题 所以从威尼斯主题的 旧金山主题 或者是好莱坞 然后或者是江户的主题 主题性都非常的强 那一直到现在 这十几年来 我们所盖的新的 这些购物中心 百货公司 购物中心化的 包括竹北 是客家 或者是在A13的信义 是我们的这个地化老街 主题性非常的强 回来就是 那我们怎么样 让这个主题 跟我们所办的活动 跟在地要连结 所以这个部分呢 就是我们谈到的 就是办活动的部分 理解 因为我知道 你办了很多的快散活动 而且把很多古老的东西 都把它连结在一起 跟地方要连结 那这是在商品面 但是在活动 真的是要跟 两三百个不同的团体 因为我们是全课程 所以我们所办的活动 要从宝宝爬行 到老人家能够走红毯 那个走秀 穿上自己的老衣服 或者是年轻人 能够热歌敬舞 在那边比赛 所以也是各种族群的活动都有 这真的是创意无限 那我相信你的团队的人才 一定有很多 但有一些问题 我们等一下再来问 我们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来 欢迎回到节目 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来宾是 远东巨城购物中心的 董事长李靖芳 我们刚才在提到 就有关靖芳董事长 他的领导这方面 那他们不管是在主导全红电信 或者说自己在接的MegaCity 以及他在很多的零售这边 他都有把他的整个集团 远东集团的仲效做出来 所以我相信他在跟不同的部门 甚至不同的公司的负责人 在做沟通的时候 一定有他很独到的地方 这个各位请你跟我们分享一下 尤其在做仲效 每一个人都有他们自己的地域观念 那你怎么样 我觉得领导自己的团队 那似乎是很容易 可是我觉得仲效最难的是 你要怎么样去领导不同的公司 或者不同的部门 而他们各自有他们自己 不同的一个目标 对 那这个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这个一定是要很感谢我老板 做集团仲效这种事情 一定是要有集团的大家长的加持 对对对 因为没有上方保健 我相信这个是很难动的 但是上方保健不能随时乱用 对没错 不然的话那你等于是一个信差 你只是来传达命令的 那你到后来就自己一点信誉都没有 肯定 所以当然你要很清楚 做这件事情 对于每一个人有什么样的好处 对他的影响 如何把那个影响 或风险降到最低 让他知道你有帮他想到这些事情 但是请他也要有大爱 因为这个是长远来讲 对大家都是好的 那的确Margaret太清楚了 在集团里头要做集团仲效 B2C的事业有这么的多 那像银行受金管会的这个管辖 然后百货的竞争又这么的激烈 那这个量贩又跟百货其实差很远 那精致超市跟量贩又差很远 但是不管是哪一个产业 它最终其实都是要面对消费者 所以我自己就在思考 那我能够提供什么价值 除了有上方保健 然后有些专案我们要推动 那我有什么样子的一个share service 在数位的时代的这样子的一个洪流之下 我能够创造我的价值 我能够不在大家既有的领土里面 或者是他们的这个权力范围里头去思考 而是创造价值 那我想这也是很感谢我从远传出来 有电信的底子 再加上非常的接地气 自己run聚成购物中心 董事长让我有这样子的一个基础 所以我随时知道市场现在what's going on 那另外就是董事长的加持 有董事长的支持 再加上我其实已经在远东集团 迈入第28年了 前面刚毕业就在这里做吗 前面13 4年在远传电信 然后这后面的13 4年在零售 所以呢我知道我们有一个非常棒的事情 就是有happygo happygo这个会员的共同的身份证号码 或者是他消费的足迹 是横跨我们所有集团的零售体系 只要B2C的都有用happygo 那我怎么样让他扩大 让他有连结 让他能够更多的这样子的一个分析 所以过去这十多年 那我就从这里开始 梳理他 然后从各家不同的这个happygo号码 到共同的这个集团号码 到最近这几年非常夯的行动支付 那怎么样有happygo pay 放在我们的集团里面 所以从他进来 有些听众知道 我们也是在这几年ETC开始走出去 在很多的停车场 你可以用ETC 用你的utectgo 所以我们把ETC也连接进来 所以你进到我们的厂子 车牌辨识 到使用我们的这样子的一些服务 各家公司的app 那app后面可以由总部这里来提供的中台 middleware 那到后面支付离开 那这些都是在我们所谓的数位足迹上面 那这个部分呢 也是集团纵效另外一个可以发挥的 所以回来刚刚Margaret在问的 我能够做什么 我想做所有的这些专案 我们所有的经理人大概唯一想到的就是 那我能够创造什么价值 那也不要先害怕说那别人会对我怎么看 我会去怎么样 因为他们一定会先想到说 那做这个对我有什么好处 对对对 那就算有好处 可是也不见得会被表扬就算了 可能还增加到很多工作 可能还影响到他的财务表现 对对对对 所以怎么分这个账也是一个学问 那真的是很不容易 所以我在想说刚才有提到 就是说有关中校 我觉得我听到的是两件事情 第一个就是怎么先从对方的好处 跟以及他有可能的风险出发 对 然后你先把他的风险给降掉 如果说这个财务会影响 那怎么样在总报表里面 能够让他也能够去 把那个负面的给回复回来 第二个是创造价值的部分 不管是你用趋势让他先知道说 未来的趋势怎么走 并且用数据去做分享 对 所以让这些大家很愿意去支持 你要做的很多的事情 对 然后当然就是既然我们有这些数据 我们当然要把它变成是规格化 标准化 那怎么样让我们每一季的这个检讨 大家都有同样的template 然后有同样的这样子的一个表格的呈现 那这也是manage老板 让老板看到说最后的产出 是他有一个衡量的标准 真的老板真的太忙了 所以在经营团队 在这个过程里面 你扮演的角色会是什么 在自己经营 我们讲据成好了 我想所有的领导者应该都知道 说的跟你做的要一致 身体力行 那再来就是既然做了决定 不管你是用大家一起做决定 brainstorming出来的 或者是top down的决定 那你就是全力以赴 捍卫这个决定 这个决定 执行完之后的成败 你要有这样子一个肩膀 去扛下来 我觉得这个保证 这个assurance 让所有参与在这个专案 或者是在这个推动人里头 他会觉得 第一你不会模拟两可 你沟通是清楚的 你的方向是明确的 然后在执行的过程当中 你也是跟着他们手把手 你身体力行 到最后的成败 You are part of it 你不会就是这个 只拿工不拿过 所以等于是 在这个领导的过程里面 你有三件事情 其实对你而言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lead by example 就是说你觉得 你在说的跟做的 一定要表达出那个一致性 然后让人家能够看到 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言之有物 而且言出必行 那第二个我想 这应该是老板最开心的 就是说 不管是从top down 或者说大家集体做决策 但只要你们最后决定是接受了 你们到最终一定会全力去把这个决策给做出来 对 而不会是说这个决策因为是上面 然后就把这个责任给撇掉 对 所以这就引到最后一个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我想也是所有领导人 如果他要成功 这件事情是绝对 那个没有办法逃避的 就是他会负起全责 而不是不抱怨不哀怨 也不会去指责任何人 那就是自己知道 自己如果是领导 那他就会是去负起那个全部的责任 那我想你就会建立起所有人对你的信任 他就愿意为你那个赴汤蹈佛 知道最终最终有好结果的时候 他们一定可以拿到这个好处 但是最终如果做到不对的地方 你也会把责任给扛下来 对 但是我想还有一件事情 我想Margaret比我还更清楚 就是在这过程当中 不管这个专案是三个月还是三年 有时候像一个BOT的案子 从评估到这个得标 到这个准地到盖出来像竹北 那是一个七年的专案 在这过程当中有太多的变数 那你怎么样在这个成本越来越高 然后这个COVID-19 这个原物料 进不来或者是招商困难 或等等等等的 在这过程当中 你能够让stakeholder 有相关利益的人 他都能够知道说你知道 然后你也会帮他解决 而且还愿意继续支持你 继续支持 如果费用提上来 或者有什么风险没想到 我就要顶着这个 关关难过 关关过的态度 然后就跟老板讲 真的这个物价上涨了 所以跟我们原本计算的这个IRR 或者是RI会差一点 在这过程当中 我想谈到的是你要有个同理心 到后来就是不管你是帮员工想 帮厂商想 或者是帮我们的关系企业的这些经理人 你都用心去沟通 如果你是他 他希望你怎么跟他讲这件事情 如果你是他 这件事情发生了 大条啊 小条的都要去处理它 那怎么处理 所以像现在店价涨成11% 后面大家 我想每一个老板 大概都已经崩溃了 所以一定要让老板知道说 在这样就算这个风 这是一个 不管是政策性的 或者说是一个什么样的决定 但终究是要面对的时候 老板只会问你说 那你最后ROI 就是他刚才在提的 投资报酬率会被影响到什么程度 对 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想就是说 就算要负起全责 你至少找的人 也要你能够相信 所以你要怎么样去找到好的人才 而且更重要的是 你能够留住你认为非常重要的人才 我想找人才最难 尤其是在现在服务业这么的艰困 然后这个少子化 老年化 所以找人才是我们第一个难关 那找到了他其实理智率 这个流失率也很高 找到对的人才之后 怎么样留住他的心 然后教育训练 或者是沟通 或者是给他一个舞台 让他觉得他可以发光发亮 我觉得这个给他成就感 给他有这个意义 他认为他做这件事情 是有意义感的 有价值感的 对于很多的年轻朋友来讲 是更重要的 没错 这真的是很重要 那有没有你碰过 就是说非常重要的人 可是他就是要离开 那你要怎么样留住他呢 我们当然是尽量去了解 离开的原因 这对我们以后都是有帮助的 到最后如果没有办法留下他 那就是祝福他 然后认为是我们势力的延伸 那你这边有常常有很多人是 虽然离开了后来还是回来的 有 那不错啊 那表示说大家都是好聚好散 所以才能够留得一线在这样子 今天很开心 只能够请到那个 李静芳董事长 跟我们分享那么多 最后一个问题我想请教的是说 你今天从一个 不管是从会计师 一直做到远传电信 然后去并购全红电信 然后再跳到这种B2C 这种跟消费者之间 这种百货业 就是说你做的每一项 几乎都是非常的成功 我想我们成功的定义 不管是讲结果 或者说老板对你的信任 以及你最后看到的财务的结果 都这么成功 你认为你在做的是 有没有是哪一个信念 去造就了今天之所以为你 现在这样子的一个状态 我常常告诉我自己 一定要很认真地把每一个转点 当作是起点 那在这边也跟听众朋友们 一起来互相勉励 因为每一个挑战 你诚心地接受它 你秉持正念 因为你就是会用心地把它做好 很多人会在你的感召之下 会加入 然后会被你感动 就像我常说的 我们要先做自己的贵人 才能够有遇到贵人的机会 也才能够成为别人的贵人 那我想你先从自己开始 秉持正念 实时地问自己说 你有没有发挥这能量 我有没有比昨天的我更好 因为没有人可以给你良药 给你药你不吃也没有用 你是你自己的啦啦队 那你把每一个转点当作是起点 人生就是一个拼图 你就是不断地把这一些点 连成线 线构成面 那每一个拼图都是你自己 经验的累积 时间的淬炼 这真的是很不一样 这个要是他还是以前的千金小姐 我想跟他现在的发展 应该是很不一样的 真的 我很感谢那一段 所以没有散的孩子 可能会跑得更快 而且那个真的 我自己听了这一集 我就感受到 我觉得你不会回首过去 可是你也不会留恋暗逸 更不拒绝挑战 是 就是永远笑看人生 笑看人生 让每一个转折都能够 磨出钻石的光芒 这真的是很棒 这真的很棒的一个鼓励 谢谢各位听众的陪伴 请听众朋友追踪闯天下 或是你有什么问题 也想请问CEO 都请欢迎留言给我们 下次见 拜拜 拜拜 谢谢听众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